我們接下來即將進行第三場次 臺灣關係與臺灣國際地位 接下來我們邀請的兩場次的支持人 為東華大學教授徐震宗教授 與他人為台大法學教授 王三王石教授 以及清華大學的黃俊健教授 接下來我們請 徐震宗教授來臨請一介紹介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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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有很多人 各位有很多人 各位有很多人 謝謝大家 沒有休息過 今天有很多人 我只是簡單多的開啟就好 然後花的時間就好 我只記得到十五年前的時候 我們應該是多啟啟 那我那時候發覺 那我那時候發覺 我的感覺 因為剛才早上那一場在錄音 那時候不會講一些話 然後到說房子上 然後好像比較順 應該會那麼緊張 我有時候也是我們自己 我剛才我們在吃中飯 吃便當之類的 其實我們有點像是人家想 這個人家想 這個人家 那孩子你看到他 那時候 他已經差不多多少錢 好像大人 但是那個失去 還是 還是在摸索之中 那我們就有一點是這樣子 我說實際上 十五年前 那個時候我們 按援好多人 要求 好多人 其中一個是當時 幫台灣關係好 在做採討 那一個人 那是 那是國務院 對我們 不能講得太近 太近就知道 對我們 對我們 那我們這邊有一個 大俄羅斯 這位美國 說 那是很 好 那是說 如果我們台灣 宣布福利的話 那可能美國 會有一個去 對 對 我看那個美國人 差不多 沒有什麼 直上更下心 那是 對 那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知道他一個人在苦 你也知道他是外交官嗎 他當然不會這樣 他外交官 他意思就是說 我們美國 會出兵 會考慮到什麼 你們 那你們要不要 台灣人要不要獨立 你們也自己要自己去決定 然後你們自己要去努力吧 好 努力到整個程度 當然也不懂 但是我們來同學 他們動員出兵 對不對 太平洋過來也不是那麼快 對不對 當然他沒講那麼清楚 不過他有一句話 他沒有講出來 就是說 我不是你爸爸 我不是你爸爸 不過我只是做個這個開場 就是說 自己 我們獨立見口的目標 我們任何能力 天助自助 就是這樣子 好 那 我就先介紹我們今天 好 今天的兩位 就是我們國內 國際法庭的 這個 男性一邊的主角 好 那第一位 右邊就是這樣 就是開大 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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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的看法 等一下就讓他展現 那第二位 我對這個黃巨盾 是金融大使人 那 對 我的感覺 加拿大的看法 我說是介於美國跟英國人 英國人比較委婉 他美國人 不希望有他 什麼 考慮 想到更頂 比較醜 加拿大人 也不會那麼委婉 他也不能醜 所以 我帶個拜託 我們在這時候 來 來 好 好 謝謝 各位 主持人 謝謝主辦單位的邀請 首先 我先請進一件事 剛才是叫做說 是一代的大咖 這可能不對 這老一代的 很簡單 但是 還有小咖 基本上 既不是近一代 也是大咖 所以是老一代的小咖 那 今天主辦公司 榮姓法主辦單位 希望我們具有這個 台灣關係法 跟台灣關係法 地位 這一個 相關的問題 所謂的論述 那我們就 依照這一個 主辦單位的知識 就 面對上 做一天的網路 大概分錯四個 第二部分是從 這個 國內法 比如國內法 跟國際法 來看 台灣關係法 地位 第三部分 是從 台灣關係法 分開解 然後整個 處理台灣的法 等 台灣的國際法 地位 會因為台灣關係法 地位 那 第四部分 做 解釋 那 為什麼會制定 台灣關係法 就是應該都學成功 都做了整個報告 那 大概是因為 1978年 英雄的 台主委 跟 中國建交之後 傳言公司 跟建交之後 中國沒有達政府 然後 政治到 台海峽 以外的中國 政府只有一個 傳言公司 中文部 這一個 政調控告 開始 開始說起 那因為這個建交功 當時在美國會學會期間 所以 我一直都有講話很大聲 所以很努力把它降下來 沒有想到 剛才 跟我說 聲音太小了 所以現在我會有 正常講話的聲音 可能會比較好 那 基本上就是 當時會建交 剛好就是在 國會學會期間 所以國會的 對行政部門 立法部門 對行政部門 認為他們作為 讓他們有所保留 或者是有所利益 所以當時 我們 中華民國 台灣在美國的 拉引能量 還包括美國的 台灣 這幾個相對的 還是很強 所以 立法部門 就通過了台灣關係法 來確保 能夠跟台灣 維持一定的關係 維持良好的關係 所以 他在通過的 所謂的 台灣關係法 那麼 對台灣關係法 在法律上 第一個 從兩個角度來看 一個是從美國 國內法來看 一個是從 這一個 國際法來看它 另外 我們來看看 我們台灣常看它 看國際法 那先從 美國的角度來看 要看美國的角度說 其實基本上 我們可能要先處理一個東西 就是三個建交公報 我們非常清楚 三個建交公報 是 三個 三個上海公報 1972年的 上海公報 1979年的 中美建交公報 跟 1982年的 八一七公報 這裡有三個 所謂的 關係 台灣 跟美國 或者是 台灣跟中國 跟中國之間 舊台灣問題的 重要的 國際文件 那麼 七二年的 我們說 七二年的 當時的 論述會 當時其實是 打破 跟 應該是打破 中國在美國的困境 就是現在中國在美國的困境 那是一個 非常成功的外交 對我們來說 對中國來說 它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外交 那之後 開始打破 所以才有 七九五的 建交公報 最後當然是我們最 一直都很挫折的 大概 今天應該會有 我們會知道 820的 八一七公報 對我們來說是非常挫折的 因為假如 各位還要印象的話 八一七公報 是 雷根總統 先訴的 而雷根總統 當時在競選 我們對雷根總統 基本上 有很大的期待 因為他是美國家族 作詐 然後 他這個 在競選的時候 他講出一個非常有文化 他說 他要讓共產主義 葬送在歷史的內心之中 而且他講得非常清楚 他說 美國不該背棄一個文化 他進一程之後 他會考慮跟農村子講講 不過 所有的結果 八一七公報 是這三個公報裡面 讓我們最 shock 他整個內容 就有點衝擊 最大 那我們到底在講 不過 在這之前 這三個公報 不知道他的法力性質是什麼 其實有很多的debate 有人 特別是中國方面的學者 為什麼 他本來就是一個國際條約 但美國一直都保持相當大的承諾 一直都沒有不管 表示他到底是不是 這個company place 它到底是條約 還是內國法 為什麼提到他自己的講 他是條約的話 那麼台灣關係法 基本上 會碰到一個問題 是790的關係法 是屬於美國的內國法 從國際法角度來看的話 八一七公報 假製條約的話 美國共能以內國法作為 他的法力的主性 為了他國際的問題 因為國家工作 內國法怎麼樣 所以你的國際條約 不一定會不支持 所以 很多對於八一七公報 對於這三個公報 我們要先處理一下 他會跟台灣關係法 之間的 這個觀點 那麼 這個公報裡面 其實 讓我們接著 最突出的 大概是79年 跟82年的兩個同跡 那各位就看一下 79年的 中美政教公報裡面 他說 美尼堅合中國承認 Black Knights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策 而且是基於一個中國顏色 Knowledge 認知到 台灣是中國的一份 不過我會把這兩個 放上來 是要跟各位報告一件事情 美國在這裡是採集一個 所謂的魔舞狀態 他非常清楚的表明 我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中國的一個法政策 承認的結果就是 我做一個民事 在國際法上 我們說他做一個民事的意思表示 而且願意承認這個民事意思表示 所產生的一切難過 這個就是承認 認知是我看到一個事實 我知道有這個事實存在 但這個事實主要是 我不見得接受這個事實所產生 我沒有承認這個事實 會產生下一階段的討論 效果 做嚴格的驅格 當然你如果出去看中文版 中國在發言的時候 那個knowledge 他還發言做承認 基本上 就給自己 收費這件事情 我們都看英文版 他非常清楚這樣 knowledge 當然這個會比較從 加拿大開始 大概黃岐天老師 我們會給我們更深 假設他有touch到的話 就會更清楚 加拿大最早經過的警察 剛剛他當時 從backmise 變成checknoteoff 然後還有這些 不同的字眼出來 不過我們先把這個 放在這個地方 那麼 非常明確的我在想 台灣關係 把他作為美國內國法 制定完美程序 是美國聯邁 相當清楚 現在就變成 三個公報 他到底是條約呢 還不是條約 因為假的三個公報是條約的話 817公報明顯是在 美國的 這一個 台灣關係法之後 制定 那原則上 美國這麼不容易 台灣關係法作為他的 法力基礎說 我不遵守這個條約 那麼 一般來說 有一派認為 他不是條約 所以呢 認為既然他不是條約的話 那麼 台灣關係法的效力 就會高於 中美三個平台公報 另外有一派認為 他是條約 所以 既然這三個公報是條約的話 根據美國憲法第六條 第二項的規定 條約 憲法法令 都是美國法令一文 相提出實的話 我們應該遵照 特別要有普通法 後來又有審法 前後來又有前法 後來又有前法 後來又有資法 我今天選錯了 後來又有資法 所以 從這角度來看的話 假設認定他條約的話 那麼 美國 817公報的承諾 可能要高 TIF 有什麼規定 好 我們來看下一 這個是 我們特別 看出來是一類 820 雷根總統 跟鄧小虎的照片 都會拍拍 還記得 我們就不知道這幾個人 但是 在這我們不知道 但 也許可能大部分都還知道 他們兩個簽索 我們高興的簽了一個公報 就是817公報 817公報 第六項 對我們來說 影響上去非常大 那 他說 考慮到雙方的上述聲明 美國政府聲明 他不尋求 一項長期向台灣出售武器的政策 他向台灣出售武器 在性能跟數量上 都不會超過中美建交 或進行供應水 他準備逐步減少他對台灣的武器出售 假如這個樣子的話 那麼美國 賣給台灣 假設他是一個台灣的話 美國賣給台灣的武器 就只能限縮在 790的時代 的性能 那時候最好是什麼 F51 跟F50 我年輕時候坐拐飛機的 所以我喜歡看F51 這後飛的因素 因為像這個事情 大概7-8的時候 都在F51的時候軍訓 會訓練 那時候F51都會把那個 開到那個 衝破因素 那你會把衝破因子 然後那個 那個 然後波比方 一直震動 很震動 就覺得很過癮 然後我們的飛行人 都會把引擎關掉 把他摔下來 然後因為為什麼要把他摔下來 所以關掉以後 然後自己都摔下來 一個成立的45度之後 再拉起來 再重新一個拿 再拉起來 然後飛起來 這個訓練要做 那當時 最早是中衛飛要動的時候 後來就F51 做這種訓練 現在有沒有做這種訓練 我們不知道 當時我們常常看到這種訓練 當時他們都不敢把揚引擎 當時他們都不敢把揚引擎動 他們在那邊看 點不然 點不然 所以再灌掉一個引擎 以前最早做了 但是 那個F51其實 相對有點是非常 以前是完全落後 所以假設 25817公報四個條約 它效益高於TRA的話 而且它是後華 而且針對台灣武器 銷售的特別法律的話 那麼從美國 即使從美國內國立法來講 他可能講這個問題 是美國政府不能依照 TRA提供台灣武器 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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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仔細看一下 會發生一些事情 1990年 我已經假如沒有記錯 應該是 1990年的時候 美國 老武器總統 批准對台 經手 那時候剛好 賣給我們F16 F16 F16不論是在性能 在數量 最多 應該是150 加F16 還有包括F16 A 還有F16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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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數量 不論他的性能 都高於 1979 之前 所出售的日期 所以當時 中國非常生氣 他說 你怎麼可以違反條例的理由 對美國 其實正式的 抗告 控訴美國 但是美國 布希總統就跟他說 巴埃西公報 只是我美國意向是民術 這是第一次表明 巴埃西公報的這條例 所以 變成我們又回歸到 然後 TRA的效率會高於 巴埃西公報 會高於 所謂的 這個 這個 三個 Communicate的效率 好 但是 我們回來看一下 為什麼會這麼做 回來看一下 1979年的 TRA 我想這早上 應該很多學者會提到過 當 他的第四條 第二條跟我們說 當美國法律中提起 外國 外國政策或 類似實體或 以持有關係 這些字樣一拜 包括台灣才能 和這些法律應對 可能適用 再來 依照美國法律受選規定 美國與外國外國政策或 類似實體所進行或 實施的各項方案 交往或其他關係 美國總統或美國政府機構 或者 或依據本法第六條規定 遵照美國法律同樣以台灣的 進行或實施上述 各項方案交往或其他關係 包括台灣的商業機構 契約 為母 提供為母 等等等等 這個第四條條文 很明確跟你說 只要提到國家就 包括台灣 只要涉及到美國法律 只要提到國家 提到政府 包括國家 其實早上 李敬老師已經跟各位報告過 其實這個條文 從一個法面來看 就跟你說 他不是國家 所以我才要特別做 假如他國家 我就不需要特別做 這是一種解釋 另外一種解釋說 我因為條文 我在法 我在至少 我的立法部門 承認 最有法力來擬製 他作為國家 這是一種解釋方法 當然 比較通行的解釋會認為 因為他明白的提起 我們叫 這個條文叫 reference clause 我們叫做提起條文 這種提起條文 就跟你說 他不是國家 但我把他當 世上的一個國家來處理 也就是說 台灣關係法 是一個 de-factual recognition of Taiwan's state 但是 他沒有說 台灣是一個 法律上的國家 所以 他是 拒絕做 我們說法律 digital recognition 是做最最多 只做 de-factual recognition 這是我們所看到 說 台灣關係法 跟台灣的法律地位 的論述裡面 所看到的 再來 從國際法來看 台灣關係法其實只是 美國的國內法 他沒有任何國際法效率 衝擊量 他只是 美國 單方的 內國立法 所以 你我不可能 要求 台灣關係法 只規定 所以要求其他國際社會成員 要復判國際法 要採刑 跟台灣關係法 規定 相同內容的行為 來對待台灣 NO 在法律上 我們沒有這樣的 權利 至少 國際法來看 不過 有一個 下一個 比較特殊的是 假如 台灣關係法相當部分 就剛才我所提到的 那個第四條 第二條 或者 我們所講的 這個第三項 必須提供台灣的武器 那個應該是第一條 第三 第一條 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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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須提供台灣武器 這樣一個條款 現在已經是習慣國際法 一部分 衍生進來的話 這時候 我們可以 要求其他國家 應該遵守該的運氣 就是說 你必須在內國法裡面 把我台灣當作一個國家來處理 再來 你應該要提供武器 給我台灣做 可是你要要求把台灣關係法裡面這種規定 變成其他國家的有遵行的義務的話 那就必須是習慣國際法 但很明顯 我們看習慣國際法或什麼要求要求要求 我們在論文裡面有提到 就是它包括法制洩限 或者國際一貫的存在 那麼其他國家有沒有認為它是一個法律呢? 它是一個國際法的規定呢? 顯然沒有 在有沒有其他國家 有相同立法 長時間 持續一直都這麼做 顯然沒有 是有美國的國家這麼做 而當 任何希望能夠對台灣 採行到美國相同的國際 相同的立場的時候 中國 基本上是來的 也沒有國家這麼做 早上其實 也有提到過加拿大 最早加拿大還有日本 其實都在進行所謂台灣關係 去把類似相關的地方 但實際上 其實這兩個國家都過了 那麼也只有三個國家 也不足以形容其他國家 其他國家並沒有義務 要像美國一樣 把台灣當作一個 在其他國家內國化裡面的國家 或整體來處理 其他國家也沒有義務要提供 也沒有義務要提供武器給台灣 即使有這樣的結果 所以換句話 中國計劃找出來台灣關係法 本身只是美國的內國化 他只有什麼 美國 自己怎麼看 也就是那個實踐 反過來說 講美國將來修改台灣關係法 把它廢除掉 認為台灣是國家 認為他沒有義務提供 他總不提供武器給台灣 美國沒有共產國際法 沒有 因為是他的內國 他本來就有經歷去修改 都沒有錯 所以說 你不能期待英國台灣關係法 就要求美國義務 一定有法力 國際法上的義務 從國際法上調過來看 是不存在的 難得 這種悲哭的問題 裡面其實我會看到 似乎應該 不僅僅是美國 很多國家在跟台灣交往 或者是實際上 是遵循著台灣當作一個國家來處理 雖然它不是Digual Refinition 它不是實際上 是成為台灣的國家 但是 其實事實上是把台灣當作一個國家來處理 你都可以看到 我們這一次 在這一個很多的 對外的關係談判裡面 一開始大家都喊 我們要適應我們進行 然後台灣的代表其實在 有相當多的國家 它是想要後面的 台灣政府的財団 是想要後面的錢 是蠻多國家都依照這一個Model來做 所以從我角度來講 它可以作為部分民主國家 對台灣國家 台灣的國際外交政策 是對台灣它的外交政策的指導性 對這國家也 基本上他們願意先Follow 美國這一個作為 可看到我們日本加拿到 剛剛講過 其實他們準備去做這個事情 當然 那有沒有成功我們 這個是後續的問題 至於 台灣關係法如何處理台灣法律地位 那我剛才已經講過了 美國部門來講 行政部門 從早期認為它是台灣法律地位 到現在立法部門它認為 剛才提到第四條A跟第四條A的相關條款 會跟各位說 它基本上是一個什麼 事實上的成人 但它不願意做法律上的成人 至於 行政部門呢 它不處理台灣到底是國家還是國家 但它處理一個問題 處理台灣不是中國的部分 所以各位都看一下 從三個建交公報裡面 剛剛提各位有看的建交公報裡面 它非常清楚裡面 它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業務 而它曾認識到中國的立場 認識到兩岸中國人主張 只有一個中國 而台灣是中國的部分 所以 因為這一個法律上的東西 使得它 可以提供防衛性的武器給台灣 再來各位都看一下 依照TRA2條 2條提供防衛性武器給台灣 第三條再次規定 不僅將提供防衛性武器給台灣的武器 不僅是武器 物質的部分 還提供什麼 示威能力 防衛性物質跟技術服務 也就是說 不僅武器 我包包裹的新事物的條件 你可以想像得到 如果它假讀 承認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那這很明顯是什麼 感激中國的武器 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到 賣武器 另外一個國家尋求 脫離一部分的尋求 分離了領土 說我賣武器給你 所以 從美國DIV 美國行政部門 其實這裡有一個蠻大的動作 他們不承認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但他們知道一件事情 中國說台灣是台海峽 海峽兩岸的中國人說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我不太知道這裡是 那個海峽兩岸的中國人 我送不算中國人 不清楚 因為我一直都說我是台灣人 所以送不算 在那一個中國人裡面 我就不清楚了 79年他說 他們認知到海峽兩岸的中國人 認知到只有一個中國人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因為我們是中國人 所以海峽兩岸的中國人 我包包在內 可能包包好 所以我們看過 各位來去 是不是 我只能說 這個debate 這裡面其實 它有一個部分 是有有一些空間可以讓 其實讓美國 所有這個ambigual的 去操作 當然你不能說 他對我們特別好 因為這基本上是 不過他的意義 所以他才會做這種行為 好 我們再來看一看 要從台灣關係法 去推定台灣四個國家 其實有人這麼主張過 那這個我們簽總統 陳水扁總統 他有提到過 他說沒有外交關係 並不等於 成不成本台灣是個國家 所以他提了這幾個例子 就剛才我們所提到台灣關係法 台湾說 所以美國認為我們是個國家 所以他從台灣關係法 去推定 美國認為台灣是個國家 但更多的學者 包括我自己在內 我們都認為 這個台灣其實是 並沒有把台灣當作是個國家 相反的 就是因為在台灣之中 提起 或有關外交 使該等詞彙 不包括台灣 所以才要把法律上 特別規定 包括台灣 或適用於台灣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台灣關係法 基本上沒有認定 台灣是個國家 至少法律上能不能 跟台灣是個國家 當然 這有不同的解釋 當然 今天早上有很多東西 提出來 我們應該對台灣關係法 進行我們的解釋 跟拉力 做我們的伺服去說 美國對台灣關係法 做得更容易 台灣關係法 解釋 不行 結果我們做更多的事情 好 那我們再做總結 那麼 資金台灣關係法的目的 大概是要避免使用法律上 承認台灣的問題 而是用事實上承認方式 去處理台灣跟美國的關係 那麼 確保到台灣跟美國的存在 但是 我還是強調一遍 TIA 其實並沒有在事實上 沒有在法律上 承認台灣式的國家 我們不能 從頭換下 這樣 如果是你 以TIA的規定來認定 台灣 就是一個國際法上 意義下的主權獨立國家 會延遲過長 當然它是不是 那是另外一個issue 但是 它是單純的TIA 你不用去推延 它是 那麼 假如 用台灣關係法去解釋 台灣式的國家 或許有非常重大一 那在國際化上 會產生一些影響 不過在國際法意義不大 衝其量 即使推延不遠 做最近進步的測試 認為美國承認 印得台灣 台灣關係法 認為 法律上承認台灣式的國家 那也只是 美國 當地國家是家 那現在有15個國家 承認我們是國家 我們22個 而且應該22個 扣掉 范蒂康 因為范蒂康承認我們代表前 中國 代表中國的政府 所以那一個 不是承認台灣式的國家 范蒂康承認我們 就是中國會議法政府 所以我說 跟范蒂康斷交集 我不是那麼樣在意 我不是那麼樣在意 因為我是有派的意義的承認 那就是有派 因為他是承認我們 中國會議法政府 那其他21個國家 可能他有承認的 他也承認一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也承認一個台灣 一個中華民國在台灣 當然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承認他 那是另外一件事 那為什麼我會輸入 好 欸 對不起 那麼 蔡愛奶可以很明顯的解釋 但是不論是從台灣關係法 或從三個所謂的 上海公報來看 我們都可以很明顯的推出一個 概念 就是 美國並不承認台灣是中國的 讓他有非 但是有很多人說 你是不是應該要這時候 推動修改台灣關係法 或是進行拉比 我記得我們最近有一個 台灣reaction enhancement act 剛剛沒有過 剛剛失敗 很多支持台灣的人士 不包括我們自己在內 我們都很希望能夠 去鬥台灣關係 但是 我可以跟各位報告是說 假設 我個人的見解 為什麼這個時候 不是最好的時代 這個不是好事情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實力 跟790比起來 已經弱很多了 第二是中國在美國的影響力 跟790的影響力 是完全不可通知的問題 他790說 對整個民主的影響 包括拉米 國會流縮 行政機關的施壓 國際中的影響力 都比以前大 790是很脆弱的 但今天 現在的中國 在這方面的操作 是非常成熟的 所以 即便是我們去推動DRA 希望把它修改成Digital 我今天那裡是風險很大 可能一開一個Pandora Box 對我們玩的是不利的 但我們不能說 我們什麼都不做 為什麼 不能什麼都不做 因為我剛才講過 台灣已經建立到一個 民主國家裡面 如何對待台灣 所以假如我們有可能 去推動日本 推動加拉 這已經有基於規模的 基礎的東西 去推它 讓它可以相同過的話 那很多國家 就會躲在這些大國家後面 來把台灣做更多位的主題 所以 這時候對台灣而言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要找的是 哪些國家 現在跟中國 是 嚇到我 日本現在嚇到我 非得民主黨嚇到我 跟它其實有一些抵對狀態 其實非得民主黨 其實不是我們不能拉離 所以南亞國家 都不是我們不能拉離 包括越南災難 因為實際上 南海已經對我們是很厲害 他們鬧得這麼兇 對於中國的忌憚就會大 對於中國忌憚就會大 我們就有機會 我們不能期待我們的實力夠 我們要期待中國犯錯 我們現在實力進來 沒有強到可以像疫情對一樣 但假如中國有犯錯 現在中國其實在北 在南都不在不停的 犯外交上的重大錯誤 它以為它很強 它一直在壓迫它很弱 這時候對我們來說 是一個好處 其實某個程度來講 我們對日本的遊說 我們對非得民遊說 對加拿大遊說 類似於台灣關係法 的工作是可以做的 但做的是想要去美國 重新把台灣外交流 彈兜拉巴打開 我基本上是風險比較大 所以各位都看這一張 我認為台灣關係法 就是那一隻正在睡覺的狗 你會要請教他 那好睡覺 對不起我用太多時間 謝謝 謝謝 我們經濟的見解 我請他 他最後的結論想說 即使台灣關係法 可以論證或證明 我們台灣基礎權 獨立國家 但是也不能解決 就是我們台灣 在國際外交上的問題 所以我不相信 那第二個就是說 反正他在打開 是很大的操心 其實是有一點點 跟有一些人說 希望去修訂或提升 對 我基本上也是這樣同意 因為你在修法的時候 會夜修路 不知道 至少目前 還可以打過所有的問題 OK 那我們等一下會直接Q&A 再來請教 我們請教授 好 我們再說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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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讓我有機會可以 經過那麼長的時間 再一次有機會在 我們也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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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上次 在台交會所 派的一支 大會戰 我們在 政黨的問題 有多支大會在 市委的 論文集 那這支大會戰結束以後 都在被要求 我們也有很多 我們也有很多 因為 以前我當時的言論 是 不是很麻煩的 那 如果 經過這個 一段時間 那我想 我覺得 我打算 要改變 努力 我今天 所有的 討論 大概是 都在當時 組長 裡面 但是我會 對於今天的 別人會的主題 我們來做 對 報告 好 那剛剛 江華老師已經 花了很多時間 討論台灣關係 對 台灣關係 那 我今天的 題目是 在 站領下面 台灣關係 不知道為什麼說 站領為什麼 為什麼要討論 台灣關係 那 台灣關係 把勢必一定是希望 美國在 現在 或是未來 如果 台灣法律 因為發生變動 包括 中國 對台灣 行使武力 那 時候 美國會有什麼工作 美國為什麼要這樣做 那 剛剛 中文老師已經提出了幾個 可能的理由 那 我們再過去過去把它學習 這邊知道說 除非 那麼 李斯坦英國 的話 對另外一個國家 行使武力 也是沒有 能力 或是沒有 法律立場 這些 相對來說 對它行使武力 那 台灣是不是美國的應付 我想 答案很清楚 我們四個 那 第二呢 拓法 那 台灣是不是 現在還是主於 美國的 拓法的狀況是小的 台灣 定點 在當時 聯盟國的拓法 委員會很簡單一點 所以台灣其實 當然 也不是 主於美國的 方法 至少從法律角度來說 那 第三 台灣是不是 美國的 庫庸國 附屬地 或者是說 還有什麼 其他的原因 所以 因為聯國需要對台灣 所招收到的 預計同期 來做出反應 然後 在目前 估計法的 基本原理 應該找不到 這個根據 那最後一點 大家就教我一下 就剛剛提醒我一件事情 就是習慣國際法 台灣關係法 是不是習慣國際法 那應該得到 承認 這樣子的一個原則 到底有沒有習慣國際法 沒有 沒有一個國家 那 當然 就算 美國 日本 加拿大都建立了 台灣關係法 那會不會同程 習慣國際法 為什麼 因為還沒有建立 區域性 習慣國際法 所以 講來講去 都找不到油 那 唯一能夠替 那找不到油 不表示說 什麼時候不能做 所以 特別是在做一個 估計法研究 當然不是只是看書的 那用什麼意思 所以我們 應該是要為 台灣 尋找一個出路 所以我今天的報告 就在討論說 那 怎麼能夠透過 連結台灣關係法 這樣子一個 對台灣比較有利的條件 我們來 去發展一套自己的論述 而不是在把自己的凝結 或是凍結在過去的 現在很多人都把自己 凍結在過去 譬如說 譬如說 當時 台灣法律地位 未定 那 都完全 沒有注意到說 當時台灣法律地位 未定的這個論述 到今天已經很多年 難道全世界其他國家 跟中國之間 都沒有發生任何事情 那 這樣子的一個事情 難道不會對台灣法律地位 造成什麼影響 那至少呢 換另外一個角度來說 別人發生什麼事情我不管 因為台灣 台灣自己什麼時候沒做 台灣自己什麼時候沒做 就會 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 我們接下來就是想要 從這樣的觀點來討論 我們怎麼做 為什麼要討論佔領論呢 佔領論的理由是因為 佔領這個觀點 是在 那麼 一個國家 戰敗了以後 被戰勝國 那個 你說用實力啊 用武力來 實際上管理他 領土地的 法律現象 那 跟台灣相關的 佔領議題呢 我們 所謂美俗派 或是國管派的理由 其實也常常提到這一點 就是說 當時 國民黨政府 1945年 其實是替歐盟國 來佔領台灣 是 這個 中國戰區的最高統帥 是受到 那麼亞洲戰區的最高統帥的指導 或是要求 來佔領台灣 那這個佔領的 定義呢 這邊 這個包含也大家可以看到 那 佔領跟征服是不一樣的事情 那讓國民黨把 佔領當征服用 所以呢 國民黨到台灣佔領以後就不走了 不但不走了以後呢 立刻呢 就 在我的論文裡面提到 那麼在 1945年就開始呢 建立保安司令部啦 頒布保安規則 這些規則呢 都跟佔領的原理是不符合的 因為 一個佔領國是不可以 直接影響到被佔領國 他就不一樣的 那所以 關於這段時間大 日本是失職的 為什麼呢 因為日本政府 應該要繼續堅持 把他們在 被佔領之前 施行在台灣的法律 繼續實施在台灣 那佔領國的 國民黨呢 只能夠 訂定那些 為了佔領的必要性 所需要的 可是國民黨有這樣做嗎 當然沒有 可以把他 佔領當征服 把佔領當佔領 所以呢 就把台灣的領土 主權 透過佔領 這樣子的方式呢 納為 國民黨的政權 所有的 那關於這一點的話 是我們討論佔領論的人 一定要堅持下去 的一個就是說 佔領行為 是不可以 進行 將這個領土 並入他自己的國家 我們如果沒有理解 這樣子的一個法律議題 的話 接下來什麼時候 不用討論 好 那 當然 國民黨的佔領行為 當然 我們看到很多 包括 我們今天發的 然後之前我們協會 所提供的這個法律意見 我剛才仔細看了一下 像副昆成 還有現在幫科幣助權的 老一銘 都有提出說 那 在當時 1952年 就金山合約奠定委 這個佔領狀態就結束了 但可是大家都沒有注意到 就是說 就金山合約裡面 中華民國並沒有 參加地約 中華民國 為什麼沒有參加地約呢 因為當時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作為一個佔領國 已經處於內戰了 那麼 全世界各個國家都不想要 靠邊戰 除了蘇聯 沒有 沒有 一個國家 想要 在那個時候 透過 允許 中華民國加入 這個 就金山合約 形成一個 對政權 目的性的承認 所以 不讓 中華民國加入 就金山合約 所以中華民國 有沒有 因為低潔合約 所以 以致呢 結束這個 佔領狀態 從舊金山合約 找出來說什麼 那但是 當然 副昆成 還原本說了說 那可是1952年的時候 中華旅國 跟日本另外 定了一個 日華人 這個 明桃月 那是不是 因為這樣 就結束了 佔領狀態 好 剛剛已經說了 結束佔領狀態 應該發生什麼事情 佔領軍應該要撤除 所以中華民國應該要離台 台灣 還不是繼續 除非呢 接下來還有其他安排 可是那時候怎麼會有安排 所以 當時 按照他們的議論就說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日本又拋棄台灣 然後又沒有一個 合約呢 來約定台灣應該不會屬於誰 所以那時候台灣就處於一個 無阻地的狀態 那誰可以取得 無阻地 當然現在的人先取得 那個時候 誰先在台灣呢 中華民國正在台灣 所以他就 透過現在 無阻地的方式 從那個時候開始 取得台灣領土 這個說法 如果可以呢 在當時 無阻地這個說法 一定不符 國際方程 不說 好 這個時候 不能夠在無阻地 而且當時應該要 要採取誰去之文化 工作 所以台灣在當時 就應該要行使的 年紀元權 可是 美國並沒有拿台灣 這麼做 那麼 日本呢 也沒有協助台灣這麼做 我看到很多很多的 前殖民地來 回過頭來協助 他一起來 前殖民族 來回 協助他的殖民地 實施的年紀元 就是說像普華亞 這麼做為國家 自己都革命亂七八糟 還是跑回去協助東地 來努力 可是日本呢 日本什麼時候 所以 可能這樣講的理由是什麼呢 其實我是一個 極度悲觀論者 就是我幾乎相信 美國有相關的 我們已經被他們背棄太多次了 那我們既然這麼背棄太多次 你今天還要 整天靠著人家做事情 怎麼可能 他那時候就已經背棄了 他現在還會 再過來幫助你 所以我們不應該 把所有的 既往的放在這些 好 那麼 回答到剛剛說的 佔領的法園 也還要好 這個我就不再說了 但是 這個對我們 美蜀論 台灣地位未定論 托管論的主張來說 很重要 為什麼呢 按照這些法律呢 國民黨政權 從那個時候開始 從1945年開始 就一直不斷的 形成一個戰爭犯罪行為 所以北京黨執政八年 竟然沒有 然後 試圖要追溯這種戰爭犯罪行為 把這些 從228開始 通通都送到戰爭法裡 去審慨 是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如果你堅持佔領論 那這個戰爭法的 就應該要被試圖 至少 在1945年 以後 到1951年 就算1952年 在中間來到沒有發生 戰爭犯罪行為 但是什麼事都沒做 所以我這才跟大家說 你自己什麼事都沒做 然後你整天要求別人 要替你做什麼 這個就是一個 警報 當時 這樣覺得 安靜不得當 安靜不得當 日本的人 還是他們的 台灣人 各位不要忘記 這個事情 好 在這 在領什麼時候結束呢 各位在領到 兩個理由結束 第一個 遺失去獨裏 第二個 定定的合約 我們剛剛已經說 沒有這個東西 那我們現在看到 以色列 在西岸 這樣子 複座推圍的時候 我們看到以色列 通過了各式各樣的法律 想辦法把它佔領的領土 轉換成為 轉換成為 轉換成為自己的領土 好 連國安靈會 即使到今天還是一直不斷的否決 他有法約有消息 那這就給我們 給我們一個知識 讓我們知道 我們主張的方法是什麼 那麼 接下來呢 我要討論的是 雖來說 剛剛講的 戰理論是一個很好的說法 可是從那個時候到現在 經過那麼多年 我們什麼事都沒做的狀況之下 台灣主權 因為發生了 非常巨大變動 那麼這個巨大變動 就是我們 常常說講的 在國際法律裡面 關於領土 主權變動 有很重要的原則 這東西我已經講了很多點 可是老是沒有人想要 知道 到今天還是有一個 台上哪個法律 那個意思就是說 當時的權力呢 或或許我們可以是用 當時有效法律 來決定 才有效性 可是其後 權力會開始變化 當權力變化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 按照其後 嚴禁的國際法 來加以決定 那在這後面發生了什麼事情 包括江老師老師 所以提到 八一期公報 三個公報 全世界195個國家 只有21個國家 承認 有超過 161以上的國家 承認中環聯工 不要說他們的 建交公報裡面 有多少 事實上 不是只是認知 而是承認 台灣是 中環聯工的一部分 我們有沒有去看一下 即使我們這21個國家 的建交公報 過去在民進黨執政八年 有沒有想辦法 去改這個建交公報 什麼事都沒做的狀況之下 我們就會出現 非常危險的狀況 那 只參與什麼規劃 比如說我才不相信這個 那 還有什麼當貴賓狗 這些事情 我覺得 我們都不用講 好 那接下來最後 我每次都要講這個 每次我講這個東西 要被罵 被罵說 我現在主當台灣 台灣這樣子的狀況 呢 私必一定就是把台灣送給中國 啦 或是說台灣現在 就是中國 這些說法 我想我不要用我自己的說法 來說 好了 我們請大家看一看 全世界最重要的國際法的書籍 要說 要說 不管我們台灣現在 什麼樣的狀況 台灣是一個 改造版的國際成果 這個是一個實體 這個實體呢 不然可以享有某些國家的力量 這是在講什麼 就是在講台灣關係法 或是未來的 加拿大的台灣關係法 或是日本的台灣關係法 但是呢 你沒有辦法 藉由這種方式 來確定一個國家的狀況 好 第二 我們看這個 Evance 這個 也是非常普遍的 非常重要的 國際法交到這處 他說 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台灣是一個特殊的國際法 他說 他說 那麼我們 勢必無法定義台灣的地位 如果我們只是要 盼賴在特定場合 讓我們台灣行使 實質權 你在講什麼呢 你在講台灣關係法 那麼 或者你台灣 可能擁有 但是 不是國家 好的 如果每次講這個 各位我還在外交部的 包括外交部 還上課之後講這個 所有外交部 全部都跳起來 然後他就說 老師你故意挑 交那個對我們的利益的書 我跟你說 不然我們問 嘉文池老師 這是哪一本書是 所謂對我們的利益的書 Ellen Bowe Ellen Bowe會說什麼 Ellen Bowe會說 讓台灣加入國際組織 要讓台灣加入的是什麼 是非國家實體 加入國際組織 這樣子這本比較有利益 然後呢 這本 尤其是這本書最精采 我一定要正正的機會 說 Ruys Nighting 為什麼呢 馬英九 靠這本書選擇 從頭馬英九說呢 這本書呢 這本書呢 是 引用他所作的 互不同流 不互相承 人物 一等國際法教授 哥倫比亞大學 所使用的 非常教科書 各位這本書 講到馬英九的時候 只有三拍 講到阿別的一邊一果的時候 有三個page 為什麼你就不引用 那三個page 可以用我的三拍 可是即使Ruys Nighting 很難說 他說我更可怕 他說呢 他說呢 全世界各個國家 都把台灣當成一個 Defacto Entity 不是Defacto State 我再次跟會不會強調 這我的說法 但是我的看法 要不然我沒關係 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一個國家 叫做Defacto State 它叫做Defacto Entity 如果你是一個state 你就是Defacto 那如果你不是state 當然 你要什麼都沒關係啊 你像中華台北 你要漁業實體 你要當貴賓狗 都沒有關係啊 那你就不會是一個state 那在這裡呢 Henking他說 而且當時 要讓台灣加入這股主治 包括 WTO 都是要求台灣必須要維持 終極統一的期待 所以才讓你加入 這可是別人說 都不如我說 那Harris說呢 Harris說 更恍笑 Harris說 台灣之所以不會成為國家 是因為你自己不想要成為國家 Harris說 Harris說 這個據說是對我們台灣最 最善意的 我們甚至在以前阿伯斯基 據說海花了錢去拉比他 他講的最多 他說什麼 他說台灣法律上 台灣是中國的 對不對 然後什麼死情都可能形成 共青法上摸人 包括譬如說我們台灣外交易 然後家老師也說了 台灣外交易裡面很多字句 現在看起來只認識台灣是一個國家 不過他說這些對台灣來說都不會 都是一個例外 James Crawford 我們剛剛在這個今天發表講義裡面 也有引用到他的東西 不過我實在是不知道那一段是什麼引用 我覺得那一段潮污意義是比較好 因為我覺得我這段潮污意義 那麼所以請上次要引用的話 請引用這一段 好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各位你們台灣的這些念國際法的 那種除了江王子老師以外 那麼看的這本書都是從我那邊拿去的 因為當時出版那天我正好就在他面前 所以拿到以後呢 花了三個小時立刻就 把他這段全部都翻譯完畢了 那因為我實在很想知道他在新版 這倒不隨便到底他有什麼說法 他說法雖然對台灣非常相依 但是還是講得很清楚 台灣是一個屬於內戰狀態的地方 形式是政府 你可以把台灣定義成為一個實質上地理 社會政治實體 但是他不會是一個國家 好 聽起來很刺激對不對 或者說很痛苦 這怎麼會呢 就只是告訴我們說 你不能夠尋求外援 你應該 整天只是希望美國日本可以做事 我們剛剛已經說了 回到剛剛所講的 來佔領 各位佔領狀態怎麼結束呢 佔領狀態需要 我們透過法律意味的面根來結束這 佔領狀態 我們如果不想要繼續 那麼處於一個受中華民共和國 或是中華民國佔領的地方 事實性的地方政府的話 我們就不需要實施這裏 我們就必須要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 就不需要宣佈獨立 說台灣不需要宣佈獨立 因為台灣已經獨立了這些廢話 好 反正隨便你們講 你們要繼續講就繼續講好了 好 但是我今天在這邊告訴我 我已經給大家看了多少東西了 好 我相信民進黨的所謂的國際法專家 也從來沒有提供什麼詳細的資料 所以我們要做什麼事 什麼事都可以做啊 好 繼續推動台灣民意交流聯合國公投 制定台灣新憲法 現在我們的年輕人 太陽爸的這批人不是想要這樣做嗎 好 那麼 全面進行我們所有法律文件的證明 要求我們的外交官 要求我們的駐外單位 做這樣的事情 中華和國工作 China Airlines China Airlines 73.5%的股份是 中華民國政府所處理的 民進黨執政八年 中華也沒有把China Airlines改成 China Airlines China Airlines 另外一個對方 Aair China 所有的美國人都說 Aair China 講到China Airlines 也不是Aair China 你連一個韓國公司 名字都敢 還想要說什麼 宣布獨立 賣片小 所以 這是以上我今天的報告 好 謝謝 其實我剛剛都告訴我們說 我們現在不是神 然後為了要變成神 要多久 我想跟民進黨在一起 好 我們應該有差不多 可能二十分鐘左右 就說一些對話 其實我們這些開放的現場 那些其實我比較尊重一下 好 然後那位第一位 好 然後那位第二位 然後第三位 先第一手這樣 好 一二三 好 可以 那位 我現在 我安排已經 黃教授的講說 要結束奪運奪案 就需要切換 跟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國的聯繫 那我要請教 江王子 教授 因為我看 江王子教授的一些文章 他就有力把 台灣跟中華民國 聯繫 那每次在大英文講的 中華民國是台灣 是 已經把中華民國 跟台灣 聯繫在一起 那這個 他在反國 馬英有 在教授的主張 也認為說 是馬 就是台北 國耶 認為說 台灣 很嚴重 中華民國 我要請教 江王子教授 就這個 就這個機會 你看看 今天的這個 研討會 的資料 第三個 聯繫 第四段 所以有些 還在緊張 台灣 其實 因為 中華民國 的主言 主義國家 屬種 世事而為的事 再看 第四年 第一段 有時候 不分台灣 也願意讓中華民國 偽裝台灣的 共產黨 也願意進行 讓中華民國 的國安團 揪滿不成 我想請 交給 使用 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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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三個 禮物 一段 趕快 來 請 我的名字叫陳 剛才 從江少方 我聽到 我 台灣關係 歇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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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沒有承認 台灣是 一區五個 台灣關係 我認台灣 從 這部分 你都 你應該 你都會做 江柜做了 就是說 我們 能夠 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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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臺民的approach的對象 不是有多會長的任何 來看看 臺灣關心法在講 那個 結醒15度 那個當初我們就是教授 有講說 國民黨佔領臺灣的規劃行為 但是在臺灣關心法結醒15度 然後其實那個 就是此出來 那個國民黨佔領臺 而且把臺灣揮舞台翁 就臺灣就是臺灣的打正不如 再來 我也有看到那個 臺灣關心法第二有個西向 尤其沒有西向 那人權條款 我講 人權條款最重要的 就是那個 就是助治 那我們是不是 如果說今天 我們臺灣有百分之六十以上 臺灣認同六一六 那我們都認識自己是臺灣的 不如是中國的 我們要建立自己的國家 那這樣子在華爾領上 是不是炸得出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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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題目實在突然間太多了 我們沒有 一下子 反應得 那麼快 所以 我覺得 剛剛有一位先進指出來說 好像我們跟中華民國一直在牽涉不親 就曾在 我不是在那裡 我們是學者 我的論述是 比較簡單是說 當時有個想法叫做 中華民國來臺灣 後來中華民國在臺灣 後來中華民國是臺灣 後來中華民國是臺灣 後來臺灣是中華民國 我們希望藉由這個模式 藉由因為 或者是個要件 然後 對外主張是 獨立國家的概念 就有行為 而不是獨立宣言 然後 檢視到 所有的行為 因此多年自己是 特別獨立國家 跟中國鄉區的 特別獨立國家 去 展現他是一個 張領自己 是個特別獨立國家的 實質的行為 來去 避免所謂的 獨立宣言 所引發的 不可抑制的 風險 跟無法控制的 風景 所以才會 認為這個是比較 適合的方法 當然 有的人會認為 跟中華民國 簽證不簽 我這間的 可能要看看 所有的公約數 就是說 國家的名字是一直在變動的 即使那個中華民國 跟這個中華民國 是否同那個中華民國 不是沒有可以在探索和解 就是說 你那個中華民國 跟這個中華民國 不是 不是 團結一樣 就好像我們叫做借口上市 當然 批判借口上市 我會不會是這個樣子 那是因為考量到政治的現實 所以我也會做這樣的 法理上的 是比較多的事 那 第二個問題是 因為 太多了 第二個問題是 這一個管理那一個 鼓勵 提到 第三 Section 2 是一個 那一個管理人權 我們如果 我們一定會先見的想法 基本上 自決險可能是為了台灣 最後能不能到限 我常認為它是我們 最後能到限 不過你要討論到台灣人品 是不是想有能不能自決險 就必須要討論到台灣人品 是不是一個 self-determination unit 就是它是不是一個自主單位 這個就會比較實際上 會有很多的debate 它是不是可以作為一個自主單位 法理上 是不是 不是沒有探討跟爭執 無間 但從台灣總體的意義角度來看的話 作為法理學者 我們的論述都至少不知道 這個機動機動部隊 是怎麼寫的 我自己就認為 他們是一個 SD unit 這個是沒有問題 包括 James Cobb Mann Hushaw Paul Mowry 還有 剛才提到的 EJ Haze 還有包括 這些基本上 都會承認台灣是一個 SD unit 都承認台灣是一個 SD unit 這個是沒有問題 但自己說 作為一個SD unit 是 他們還是認為 中國的大體系 大國土體系 以下一個 能有SD unit 這是他們目前為止 我們所看到的 整個學說的論述 所以 這可以作為最後的一個 底線 那我 同意很好 可是不是 建議有兩個 是不是要直接宣佈 修治理性建華 或者宣佈奴奴 他都是法律上非常清楚的 我們講的意思 叫做 一刀切一刀 切完 人死了之後 但是 作為是這麼長 任何一個是這麼長 負責任何 都不該拿 老百姓的信證才行 你別人說 切完肯定說 啊什麼 啊什麼 你切完肯定是說 啊失敗 任何一個作為 告訴我 我剛說 因為做學者 我不會亂說 假設我是做 作為政策建議者 剛才 你不會聽 我講我 真的政策建議者 我會一直很仔細 你如果那個setting net 就是那個安全網 沒有拉出來的錢 那就不能亂想 你就不能讓我一下 憲論的東西 我會提 提一個記憶的事情 就是說 我以前常常在想 你是不是要進行那個 告國際法案 進行訴訟 然後不論到處 告訴你 為什麼 因為是因為有國家 才可以做國際法院的 這個證判法 可是風險在此 你不知道法官 會不會說你是中國 假如法官認為你是中國 因為你不是個國家 所以你沒有資格進行訴訟 那 事態就非常不錯 也就變成今天包括 美國或者是 或者是歐洲國家在內 很多操作的某個空間 都會不見 就是 包括中國現在 一直都在講 二七五八號結議案 確定台灣是中國的部分 他從來不敢要求 聯合國通過 一大會通過的結議案 說台灣是中國的部分 沒有 到現在我沒辦法看到 聯合國通過這個結議案 說台灣是中國的部分 其實對中國來講很簡單 他一定會掌握到多數 他只要提一個結議案 說台灣是英國的部分 所以任何國家 幫你干測中國內政 很簡單啊 大家為什麼不敢提 因為他已經touch到 歐美和美國 歐洲國家的基本底線 所以他都一直 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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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風險太大 你知道他是 他可能開起來這一步 下定不是第一週間 這是個最好的時代 還是最好的時代 但是做操作的時候 風險太高 我覺得因為他有風險很大 你沒辦法控制風險的時候 我就不該做這個事情 但再來 推下來 其實有問題到是 我可以做 就是說一直在講到 我要先確保 我是一個所謂的自解單元 人民自解單元之後 我要去建立三個概念 目前我們所看到 包括美國的災難 他一直都主張 台灣未來必須經過台灣的股東 這個是我們所聽到的 但這個是風險是很高的 我們能做我們不能接受這樣 為什麼台灣的未來 要經過台灣的同時 可能是 中國跟美國的決定 包括這個股東的決定 你要怎麼辦 然後叫你來 他說你根本研討會有機會 他們的結果出來 你基本上已經沒有辦法機會 所以他經過你的同意 他會竟然讓你參與 那第二個結論 這個東西我當然 認為是可以再增進 我們希望能夠做到 假如說我們要去推動 人民自己的這個概念 我們希望下一步要做的是 我們必須由台灣人民單獨 決定自己的命運 因為只有2300萬的人 才有權力決定我們自己的未來 這個就是 我們做是說 要把人權的概念 放到這一個 二條三角 我們希望能夠去做一推 我們其實是我們未來可以做 我們希望能夠游說美國 希望國會或者是 行政部門 告訴我們一件事 說台灣未來 只有台灣 2300萬的人 可以進行 那確保我們 所謂的自己的強 那當然 我剛剛講過 法理上講 你是一個所謂的 就是所謂的 所謂的 所謂自己的單元的話 那 我們叫大討論 其實包括剛剛 基隆兄一直很擔心 好像這些前世 最重要的學者 都不認為台灣是個國家 反正很多都認為是 你多仔細看一下 這所有重要的學者 都以共同的認知 中國沒有對台灣使用力的潛力 中國使用力 對台灣是違法 任何國家都不接 因為 他有一個前提是 他是一個單獨的 所謂的各國圖面英國 所謂的這個SDU 所以這個做前提起來 會確保到你 至至少少 其他國家要介入什麼法理上 是沒有障礙 所以這個是 可以做的 我這應該是 剛才是個問題 我都不抱歉 謝謝剛剛幾個問題 不過第一個問題 是問教王長 什麼都不答 但是對這個事情 我要說 就是做學者 好了 我們都有 拆決光 我一向都是最左邊 所以當然 有人 總這樣最左邊 這樣把大家往中間 所以 有的學者 不會說 相信大多數的 清台派的學者 還是都站在中間 也有 也不見得 就應該要在攻擊 所以我想 也不是說 我說的就是最重要 或者最正確 但是我希望 老師 能夠有個拉力 把大家往中間拉 那 第二件事情 就是說 剛剛教王長老師說 天堂地獄 可是我覺得天堂地獄 中間有個東西叫 Limbo 對不對 就是 夾在中間 我們現在就是在Limbo 所以我們什麼都不是 什麼都不是沒有關係 維持現狀 可以維持現狀 造成精神崩潰 所以現在大家 你看 剛剛 張老師老師也說 James Crawford James Crawford 少用一句話 James Crawford 覺得我們台灣都瘋 因為 我們什麼都不是狀態 精神崩潰 精神分裂 所以這樣分裂 就會有收水油 就會各式各樣 其極快的事情 對 所以國家 就很重要 如果國家 老手 就是沒有控制 沒有控制 沒有控制 我覺得這就是最大的問題 為什麼 為什麼那麼急的原因 所以雖然 雖然不想要下地獄 但也不見得會上天堂 但是現在狀況 現在也不是多好 那 在接下來呢 我想要解釋一點 就是很有趣的 剛剛 娃謝姐老師提到 1952年的這個條約裡面 提到說 把台灣人民當成 這個很有趣的條款 可是這個條款的解釋 應該是什麼呢 是因為 當時台灣呢 人營土主權 還沒有回屬於任何一個國家 或者是說 它還沒有完成自決 台灣會逐漸很奇怪的狀況 說台灣人沒有受到任何保護 在這種狀況下 非給台灣一個國籍不可 在當時沒有其他國家 要給國籍狀況之下 只好 讓中華民國 來再次取代這個交談 但不表示呢 台灣人就是中華民國 所以 這個條款 當時的功能是在這邊 並沒有 領土歸屬的異議 也沒有讓台灣人成為中國的異議 這一部分的話 我想先提 來說明 最後一點就是 剛剛有提到說 選擇的問題 其實我 我並不覺得這二子之間 有什麼衝突 那 隨時可以實施的民視覺 如果台灣人覺得要 衝一次 那就衝 那 全世界各個國家 你看 各位不要忘記 科索沃當時 是在什麼樣的狀況之下 宣布獨立 科索沃也沒有什麼軍規 那 科索沃也沒有 什麼外交 那當時呢 是一個 臨時自治體的狀況之下 就宣布獨立啦 所以 宣布獨立 可以冒 可能冒險 但是宣布獨立 真的有那麼危險嗎 好 那剛剛 教授老師還特別提到說 宿請國際法院裁判 這一點 我是 變教皇教授 不通我講法 變教皇 因為我們是好朋友 但是 在某些事情上面 那 就是說 小田之法官 前任國際法院的院長 我曾經 小田之一家呢 跟我台灣關係最密切 因為他父親 台大醫學院院長 什麼 他自己跟李登輝 投選 他當國際法院法官 所以他在退休的時候 來台灣法院 那我曾經問過他說 關於這件事情 到底值不值得冒險 那我只能給大家一個信心 就是說 來日老師 法官說什麼 應該要 應該要 去國際法院出手 那 雖然說當時很多學生都說 啊怎麼辦呢 如果到處國際法院呢 說台灣吃中國一部分怎麼辦 換另外一個角度來想這件事情 就是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 從 那麼 加入聯合國以後 但是也沒有立刻就派國際法院法官 那麼 他後來才派 中華人民共和國 派國際法院法官 到現在已經派了第二任 好 那 中華人民共和國 從來沒有利用過 國際法院的出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都不敢 利用不敢 出手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我不相信 那麼 風險 真的就是一定 那麼高 那我們台灣人 是一個最會計算的民主啊 動不動就是怕這個 怕那個 覺得這樣不行 但是怕的都是負面的 但是為什麼不算 就是不去算這邊 反正人的一生 出生到死 反正你只能死一次 只能死一次 那你要死多少次呢 我覺得我們已經死太多次了 所以我覺得 不要真的 這個東西不會立刻造成 滅亡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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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哥 1996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時刻 1996年3月23號 選舉不管是支持哪一個候選人 當時有無主候選人 我們都去投票選出第一件明顯的總統 台灣的人選出的總統 還是依然叫做中華民國的總統 李登輝先生 那一次的選舉之前 前後六個月 中國文攻失敗 美國總統克林頓 三次派兩艘航空母艦來台灣海峽 我們的周邊海域來協防我們 讓我們順利完成中國大選 請叫台上三位學者專家 我們還會有這樣的機會 來成就國民主權 已經落實了 我們為什麼不能大家一起 就把1996年3月23號 內建盛事就宣明說 我們呢 由佔領地變成主權獨立 那麼以那個作為一個起點 我們向前看 明天黨1991年的台獨黨 講的是如果要建立台灣共和國需要共同 1999年的時候 第一句就說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他的治權不只只基台澎金嘛 他的目前的國號叫中華民國 但是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互相隸屬 這四個元素 任何一項要改變 可以 經過國民投票 2007年的時候 民進黨主張正常國家化 第一句話也說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不過目前在國際關係 在憲政體系 政黨關係 經濟正義等有五項不正常 只要我們努力 我們這個正常化 把台灣可以建設是完整而五大國家 如果我們把這三個 從1999到2007年這三個歷史文件 然後貫穿來看 民進黨是與時俱進的 在1996年以前 我們只能假設 台灣如果要獨立 要公投 1996年全民 不管你去投給哪一黨 哪一派 有五組的候選人 我們可以把它解釋說 也是另外 另一類的公民投票 所以 主權你先獨立 1999年的時候 第一句話就講主權獨立 我知道我當中有一些人 對中華民國 是四個字很感冒 對國企不喜歡 國歌根本不會差 國歌沒有嫌疑 我主張 我們應該要發起改國歌的力量 沒有人會唱過 可是 如果 如果我們還必須遵守中華民國憲法 可能在國旗 還有這個領土方面 還有一個爭議 但是如果我們不把握機會 把1996年3月23號 全民藍綠共同成就的這件大事 請問下一次歐巴馬會派 航空母艦三 前後三次兩艘來協訪台灣嗎 這樣千來南婆 還有我們也都默默地成就了 為什麼不大家 請三位學者在法理上來建議 國際共同商 我們應該是主權獨立成功 完全切割 所以不管這樣占領說 或其他各種說 要不繼續往兩千年紀念 讓台灣成就更完整 更偉大的國家來努力 謝謝 准個地獄 我可以主持人做個節目 他也可以 他是台首的 我一定跟中介好的 OK 兩位是國際法 或是國際政治 基本上 其實江老師看我的看法 其實王老師跟應該是一樣 其實法是形式有很多程度 到最後其實是國際跟政治的 比如說老夫妻的部分 當時是或不是 到底是會有解釋 當然也許不公平 因為我們都是日本法系之下 今天沒有大陸法系的 所以有點不公平 不過我這感覺是這個樣子 不過我覺得背後裡面可能更重要 就是說國際強權的這種 合作內容 背後是我們內部的共甦 因為我們內部有多少人認為他是公共的 尤其是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 國中文共韓黨 他現在是要做什麼洗腦 還有他不用所謂的文風伏克 經濟收買的是另外一個 其實他現在是用文化 比較不公平 我想這是一個重要的 第二點呢 我的感覺 就是說我們現在年輕人 不是喜歡到中區的那個 那邊去辦 其實還不錯啦 中區辦還不錯吧 不是夜店 就是大陸的時候 我們到那邊去調去一下 啊 夜店是不一樣 但是我們到 南華邦家 有很多摸摸法在的時候 島區都整個提電話 那個提電話說 你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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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照的不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 萬一被去避的時候 就換個張 就是 對 你看你才正常那個樣子 不過你倒是不能這樣 好 我是覺得說中華民國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 借格上市 那很可憐 啊 那再當作 我們怎麼到的就 豎平豎平豎平 我們真的是要 真的是要考慮 因為中華民國 不是只有名目不好 其實 我都看其他各的東西 那些提示 我的感覺是這個樣子 那當然 有的人是喜歡 掏天的 有的人要掏 那那個公路 掏手 有的人喜歡掏地掏的 但是 還是跟他說 這種 會掏錢 應該掏錢 雖然你兩個都 第一道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是我前幾天已經在工廠講過的笑話 因為今天這次場發起的在這裡必須要宣誓效忠一下 我們在東華市場會接待一些中國的客人 你跟他請他喝什麼都不習慣 他們就喜歡喝白酒 而且他們又說我們不會有白酒 白酒笑話放得太多 實在說對人家花言巧語比較比較喝酒的習慣 日本沒有喝這種酒 但酒酒我會覺得不夠喝酒 吃一份料理OK 紅酒是跟老婆兩個在對應的 Konga或者是Brandy 就覺得有一點點稍微高度的寒 我個人其實我美國回來 我是一個喜歡美國Kentucky的喝酒 還不錯啦 我的結論是什麼 其實我平常我最喜歡喝的是今晚高人酒 不說改媽媽 改喝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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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前提是不要客氣 那你不是這樣 你覺得真的台灣人很多啊 你說他是台灣人 他也是台灣人啊 問題是他背後他是台灣人 你覺得中國人下面的親家酒 讓人家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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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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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urm 八點的時間 因為我們要上手的討論 在熱烈的列號 所以我們長的時間 不好意思想要稍微收短一下 還是請好 各位來賓在3點的時候 我們會長進一下 你的廠商主要 另外有些事情像各位宣布 又我們今天早上所講的 就是如果你們對於我們 跟雲團者的各個議題 都會有興趣的話 那我們跟雲團者的論文 可以放在我們科幻部 我們在網路上面 那都會有自己的取悅 但是因為我們的資料 所以希望各位來接受 資料一人取得交換 而且呢 我們是相信我們 剛剛在來一天就 公告在網站上 所以呢 一定需要的確實力 那今天有件事 要上課的報告是 我們外面報告過 特有一段聯繫的資訊文件 那今天我們是為了感謝 美國眾議院外交室委會 加上2014月14日 主張的同學信息法 公主信念 在台灣外交易的保護的天證會 當時官方也曾經邀請 公主的廣告 公主的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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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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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